飞华Difisoria防火会 于4月30日 在世纪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第60周年 纪第5960届理事 既防火员就职典礼 飞华消防队员联合总会会长王长沙 为新届理事会监视 见证隐姓移交必训会 华侨善举总会董事长卢祖英应邀任主讲人 大会主席理事长王来法首先致辞 并表示在其任内的两年里 正是新冠疫情严重肆虐的时刻 在此非常时期 大家依然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社区民众的健康 平安 尽了一份应尽的责任 他衷心地感谢全体同仁 在两年来对该届理事会的大力支持与通力合作 使得两年的会晤发展 以及任期顺利完成 也让他深刻感受到 众志沉沉的真谛 团结力量是推动会晤发展的主要动力 他还表示 一定会为国家社会做出新的奉献 开创飞华Difisoria防火会更加美好的明天 也令飞华三宝更加焕发光芒 新届理事长王培珍在致辞时表示 作为飞华三宝之一 同时作为最早创立的飞华防火组织 60年来 该会历届理事长以身作则 带头捐资 秉持初心 积极奉献 带领理事同仁 克服众多困难 经历无数磨难 消防队员们义无反顾 以实际行动来报效国家与民族 服务广大人群 造福飞华社会 今后 他将团结同仁 在传承守护的基础上 继续做好防灾救护工作 吸收优秀一销人才 壮大职员队伍力量 加强与姐妹消防队交流合作 踊跃参与慈善公益活动 积极融入在地主流社会 把本会六十载传统发扬光大 衷心希望各友好社团 各界人士一如既往 给予关心和支持 共同营造安居乐业的美好环境 尽心出力 明里拉副市长 Yul Servo 飞华商年总会副理事长 许学宇 菲律宾太原王室中心总会理事长 王湘生分别致辞祝贺 副理事长许福星介绍主兵席贵宾 副理事长王自得介绍主讲人 理事长王贝珍先生 捐献各团体福利金 执行副理事长施顿尔致谢茨 并由飞华电视台柯明秀 担任庆典司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